大家好,我是小薇。 随着LCM技术的广泛应用,实时绘图将会成为未来的趋势。 近期,已经有多种简单好用的实时绘图工具上市。 例如,Kairia和昨天发布的SDXL Turbo模型。 作为知名的图库平台,FreePick也在近期推出了Picasso实时绘图工具,并开始了内部测试。 FreePick把数以百万计的授权图库作为数据集,结合LCM绘图模型。 推出了在线实时绘图工具Picasso,帮助用户用最简单的方法,实时绘制高质量的图像。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,进入Picasso的测试页面。 目前,Picasso采用邀请码的形式开启内测。 点击下方的I have invitation,输入邀请码Picasso VIP,即可登录到后台。 使用左上角的Select工具,选中图像中的物体,拖动到不同的位置,或者拉伸到合适的尺寸。 右侧则会实时生成图像,期间会存在一定的延迟。 选择左侧的Draw工具,在画布中绘制图形,右侧就会实时生成图像。 点击左侧的Shape工具,选择任意的图形,拖动到画布中的合适位置,右侧就会实时显示效果图。 例如,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椰子树。 左侧的Upload选项,则可以从本地上传任意的图形素材,添加到场景中。 简单了解了Picasso的操作方法,点击Clear,清空画布中的物体,开始绘制新的图像。 首先,在画布下方的对画框中输入提示词Penguins on Icebirds,也就是冰山上的企鹅。 从本地导入一张企鹅图像,拉伸并放置到指定的位置,右侧就会实时显示效果,直到满意为止。 新建一张图像,输入Pretty Anime Girl with a Sunglasses提示词。 上传一张参考图,右侧就会实时显示和圆图高度类似的图像。 使用笔刷工具,选中人物的眼镜区域,使用黑色遮罩,右侧人物的眼镜色彩也会随之改变。 或者不输入提示词,上传一张参考图像。 拖动到合适的位置,右侧就会实时显示效果图。 输入一段新的提示词,Catplay with Butterfly,从左侧导入一张小猫的图形。 上传一张蝴蝶的图像,点击下方的Remove Background选项,拖动到合适的位置即可。 然后,上传一张素描图,选择黑色画笔工具,遮罩人物头发区域。 右侧就会实时显示效果图,如果你擅长手绘图像,也可以使用画笔工具绘制图像。 在调色版中选择红色,选定人物嘴唇区域,也可以实时替换色彩。 点击上传一张新的素描图,在下方输入不同的细节描述提示词。 右侧人物的面部特征也会随之变化。 完成设计后,点击右上角的Enhanced按钮,系统就会自动完成图像画质增强。 点击右上角的Download按钮,就可以下载视频或者图像文件到本地。 输出图像的分辨率为512×512,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。 拖动右上角的Imagination进度条,该数值越大,越能生成具备想象力的图像。 目前,接受邀请的用户可以免费使用Picasso,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。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本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或者联系小微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,再见。